大家好,我是 Ray Ma 終於一年一度回到香港,當然是跟大家評測新手機 而今天拿到 Sony 全新的超奇艦 Xperia XZ2 Premium 外觀設計真的非常高雅 Premium,同時是 Sony 第一部雙鏡頭的手機 主打是 51,200 拍照低光 ISO,以及 12,800 拍片 ISO 主打在手機上是無人能級,我試過後都非常驚訝,甚至比我之前試過 DSLR 各方面的表現如何,事不宜遲,香港這裏評測 首先有外觀設計方面說起 XZ2 Premium 延續了 XZ2 的流線型弧形拱形機背設計 不過機身更厚,更大,更橫,絕對不是單手操作的手機 對於全新設計的風格,外界評論都頗兩極化 但個人非常欣賞 Sony 對工整簡約 對稱堅持,試想在市面上有哪部手機可以做到 弧形機身同性垂直水平線 一致排開的閃光燈,雙鏡頭,指紋掃描器,還有 Xperia Logo 完全對稱 而 Sony 的機背設計相對比較簡約,沒有漸變或變色的效果 只是高瓦而豐富質感的反光鏡面,灰黑色設計 配合回形機身,光線折射令手機感覺格外精緻 同時是份量級體積大的機身,令手機把氣十足,很有專業的感覺 適合不追求單手操作,不計較機身重量和大小 但忠誠於對稱和簡約的用戶 Sony 總算為大家端出了全身而有個性的設計 至於正面設計同樣以簡約為主,不過就16-9 螢幕加上比較顯眼的上下邊框 令手機缺乏了2018年旗艦機的風範 唯一值得讚賞是2.5D 玻璃面板和金屬邊框的結合工藝到無可挑剔的地步 同時金屬邊框的質量十足,配合拋光輯料顧及觀感和手感的連貫性 背紙式指紋掃描器雖然不是個人最愛,仍然是非常懷念機質的Sensor 但Sony 用了玻璃質料覆蓋指紋掃描器,令內掛度得到保證,實在值得讚賞 提到指紋掃描器,上次有不少人對XZ2 系列的手機的指紋掃描器擺位有些意見 上次評測,我也不否認XZ2 的指紋掃描器有點反人類 今次XZ2 Premium 繼續放置置中的位置,但由於機身較大 加上有一定份量,日常使用時難免需要用到尾指承托手機 這樣操作時,手勢的重心自然偏隱一點 指紋掃描器就自然落在石子的指尖 至於其餘硬件方面,機身有側繼續設有兩段式的相機發門件 還有電源鍵和音量鍵 每次遇到這樣將兩組按鍵放在同一邊的手機都要投訴一下 視頻掃描器的時間要用雙手才能做到 不過Sony 手機需要考慮到按鍵的對稱,所以不可以提到完全的缺點 另外手機支援雙卡雙待或MicroSD 插卡,需要二選一 無線充電,IP68 防塵防水等都不缺少 同樣配備雙前置喇叭和XZ2 上首次登場的Dynamic Vibration System 手機會隨著音樂或影片節奏的音頻震動,令臨場感進一步得到提升 可惜時隔幾個月,遊戲方面的支援仍然非常有限 測試過的幾款遊戲包括S4 9,射擊遊戲,Mobile Combat, Need for Speed 等等都未支援 同時缺乏3.5mm 耳機插口 不過針對音效方面的功能非常完善,稍後會慢慢逐一分析 整體,XZ2 Premium 是一部完全不除波軸流至一格,堅持自己的設計風格 再以完善的硬件配置及頂級的工藝水平,在實用性方面取勝的手機 來到功能及效能方面,雖然XZ2 Premium 原生如在 Android 8.0 系統 但Xperia 介面繼續沿用上一代的操作邏輯及風格 沒有加太多手勢操作元素,但就融入了 Android 8.0 的長按App Icons 打開 shortcut menu 的捷徑功能,Multi Window 也有支援 但除此之外,Xperia 介面繼續以簡潔為主,沒有加太多的廠商自定功能 這是優點還是缺點就見隱見智了 因為輕量的介面不單令 Sony 成為近年升級速度差不多最快的主流 Android 廠商 同時令操作非常順滑,靈敏度非常高 繼續按照統一開 Apps 速度測試,Snapdragon 845 處理器 6GB RAM 再加上主介面以 1080p 運行 還有非常快速簡單的過場動畫 XZ2 Premium 的操作體驗有現在數一數二的表現 近年 HTC 和 Sony 的系統優化進步非常大 現在都領先其他品牌,只是落後於 iPhone X 到了第二回合的測試,多工表現絕對令人眼前一兩 背景 Apps 就好像隨時都等候著被再次呼喚 所有 Apps 的切換都達到完美順滑的級別 最後只用了 89.2 秒就完成了兩個回合的測試 表現與 U12 和 XZ2 等相約 都可以說是目前最快的 Android 手機之一 至於玩遊戲方面,同樣 Snapdragon 845 處理器結合的 Adreno 630 GPU 驅動 1080p 的遊戲畫面絕對大財小用 玩最新推出的 X-Fort 9 即使將遊戲畫面推到最高 仍然有無可挑剔的順滑體驗 整體繼續除了 Sony 自家的 Playstation App 之外 功能繼續沒有特別過人之處 但同樣因為輕量介面,相信升級速度會比較快 操作速度也非常靈敏 要數 Sony 的獨家功能,一定要先和大家看多媒體應用方面 雖然 Android 8.0 開始 LDAC 990 Kbps 的高流量藍牙傳送已經不再是 Sony 獨家的功能 但作為 Sony 音響設備的用戶,用回 Sony 手機當然是另一種感覺 再配合 Sony 獨家 DSE HX 功能 將經壓縮的音頻提升至接近 Hi-Res 質素 再以高流量藍牙傳送,這是一套高清完整的體驗 至於其餘 Equalizer Clear Audio Plus 還有其他 Sound Effects 包括 S-Force Front Surround 等功能都與以往沒有分別 反而今次變大了的機身,似乎給 Sony 更多空間放置一對更好的音質的雙切子喇叭 中低音表現被 XZ2 飽悶,同時音量是現在數一數二的效果 雖然音量夠到最大時有輕微破音,但只要下調一兩格就完全避免相關情況 另一個新奇功能是 Dynamic Vibration System 看電影時手機會配合場景的音效震動 大概的強度就是這樣,非常誇張 Dior Sony Premium 系列的另一大重點就是這塊 4K HDR 螢幕 雖然系統介面使用 1080p 解像度顯示,但只要加入 YouTube Gallery 等等的影片或相片的觀賞 Apps 系統就會立即將解像度提升到 4K 並且支援 HDR10 的內容顯示 配合 Triluminous X-Reality 等 Sony 高端電視級別的顯示技術 XZ2 Premium 的顏色顯示絕對非常鮮艷,兼色進度高 背光燈和整塊螢幕的白平衡均衡度 以及可視角度都是 IPS 螢幕當中最頂尖的表現 除了傾側的時間,光亮度減低 以及沒有辦法達到完全黑色的顯示之外 XZ2 Premium 在顏色顯示方面足以比美 AMOLED 螢幕 再加上 XZ2 Premium 是史上第一部支援拍 4K HDR 影片 同時直接Loco 透過手機螢幕完整播放的手機 所以整體 XZ2 Premium 有現在領先的有線和無線音樂輸出技術 優質的雙前置喇叭配置 獨特的 Dynamic Vibration System 還有支援 4K HDR 顯示的螢幕 多媒體應用絕對是現在超出的手機 剛剛提到 4K HDR 的拍攝 由於評測並未用到 HDR 拍攝和製作 所以等間展示的影片都未用到 HDR 拍攝 稍後會安排直接上載一段由 XZ2 Premium 拍攝的 4K HDR 影片 評測的影片先跟大家深入研究一下 XZ2 Premium 的日夜拍 包括拍照和拍片 日拍給我最大感覺就是動態範圍 Dynamic Range 終於比 Sony 以往的手機有很大進步 我用了自動模式的 1700 萬像素拍攝的照片 細節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可見的銳利化和柔畫化 還有少量雜訊在暗處方面 但絕對都是現在旗艦手機的表現 不是特別突出的效果,但絕對會令大家滿意收貨 主要是白平衡準確,顏色鮮豔和剛才說的動態範圍非常廣闊 由於這部機的重點是在夜拍方面,所以日拍就不給大家看太多時間 日拍片方面,繼續在動態範圍非常廣闊 同時它的顏色非常鮮豔 而且它的穩定效果真是在很多手機之中做得最自然和最順滑 在我拍攝途中都發現 XZ2 Premium 的收音咪做得非常出色 膠節 應該是看不出來的,膠節 還有 960fps 1080p 全高清的慢動作影片,都是 Sony 獨家的黑科技 很快到夜拍方面,首先大家看到 Ultra High Sensitivity 模式 在自動模式時,它是自動開關,因應現場的光度 但如果大家想手動開關,都可以去手動模式設定 以下的照片全都用自動模式拍攝 這個光亮度真是非常誇張 效果跟街邊幫人拍照的店舖,上面顯示的照片都差不多 一樣是非常光亮的 顏色的鮮艷程度都像一部相機拍的照片 但大家放大細節去看時,始終還是手機 這次 XZ2 Premium 的雙鏡頭可以令到夜拍低光時有超高ISO 令到光亮度跟顏色的表現有超水準的表現 同時雜訊抑壓得非常好 但細節方面就不是這部機最大突破的地方 跟 iPhone X 來個簡單的對比 雖然 iPhone X 都拍到後面的幾個樓和前面的雪葉 但顏色的飽和度、層次和立體感 雪葉上的層次真的完全不是 XZ2 Premium 的對手 同樣,iPhone X 不應該光亮的光柱部分有過曝 而暗柱部分、雪葉和後面的樓宇部分都是 XZ2 Premium 優勝的地方 同時低雜訊和細節都有優勝 拍片更加令人眼前一亮,絕對是 Sony 的另一大超級黑科技 可以說是 XZ2 Premium 的拍片在低光的時間 甚至比其他手機拍照更加光亮 以及低雜訊也是重點 又跟 iPhone X 來個比較 就是勉強看到人和很多雜訊的效果在 iPhone X 上 相反 XZ2 Premium 就是非常清晰看到我多少隻手指 以及人都很光亮,同時低雜訊 iPhone X 是這樣的,多雜訊,比較暗和顏色都不是太出 XZ2 Premium 非常光亮 顏色全出光,並沒有雜訊 同樣,拍攝這個 Symphony of Light 光亮度比其他手機拍照更加光亮 同時沒有雜訊可以讓大家找到,很誇張 在水面的反光折射都類似有相機的感覺 非常鮮艷和很光亮的效果 五光十色正宗 收音效果這次都比較大聲和清晰,讓大家聽聽 最後這條影片,終極測試 到底是香港的光烏耳嚴重,還是 XZ2 Premium 拍片太厲害呢? 兩者都是,大家在左邊看到 iPhone X 它勉強看到零星,而在右邊的 XZ2 Premium 明確看到零星 雲層也很光亮,同時是藍天 這類效果要有針對拍片功能而生的相機,高端相機才能做到 整體,如果大家喜歡夜遊,而同時間拍片紀錄生活的話 絕對慢慢不能錯過 XZ2 Premium 它的低光拍片,甚至比其他手機拍照更加光 同時日拍都有穩定水準,白平衡和顏色準確 夜拍就比大部分手機光亮,顏色鮮豔和立體效果 最後繼續按照統一電池續航力測試,以一半螢幕亮度先播放1小時 YouTube 影片 再看Facebook 1小時,還有打 Clash Royale 1小時 加上3小時多媒體應用 XZ2 Premium 一共用了43%的電 屬於主流旗艦手機的表現,大概與 XZ2 iPhone X 等相約 3540mAh 大電池優勢比 5.8 吋 16.9 超巨型的 LCD 螢幕殘食了 但考慮到手機支援 Quick Charge 3.0 和 Qi Wireless Charging 電池續航力有足夠應付一日的需要 總結,XZ2 Premium Headboard 份量級需要雙手操作的巨武把 同時各方面都有獨一無二與眾不同的效果 包括有簡約,對稱的外觀設計,簡潔而順滑的系統介面 無論拍照或拍片都同樣令人目定口外的低光拍攝能力 5.8 吋巨型的 16.9 4K HDR 螢幕 配合雙前置喇叭,還有針對高清音樂體驗而設的 LDAC 和 DSE HX 技術 都令 XZ2 Premium 各方面有均衡表現的基準之上 在相機拍攝和多媒體應用體驗方面,傲視其他手機 今天 XZ2 Premium 的深入評測到此為止,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其他新手機的評測和比拼,下次再見 XZ2 Premium 字幕提供